大家好,我是你们的Pigar Brother,朱迪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小人国来到地球企图消灭人类 却连个口腔堂都搞不定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美国,这天一颗流星坠落在了自由女神像附近 就是这个白衣男子,他其实是小人国的一艘飞船 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地球上的盐 在他们的星球上能量来源于盐 而地球上的海洋拥有大量的盐 他们制造了一个小球,这个小球可以吸干地球上的海洋 但这个球却在他们坠落的时候丢了 其实这个小球被男主捡到了 男主是一个小男孩,他的父亲已经去世 只有妈妈一个人抚养他 来到地球后,外星人对地球一无所知 在船长的带领下,他们开始寻找那个失落的小球 出到人类世界,一切都很陌生 在马路上的时候,他们被男主的妈妈给撞飞了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船长就把飞船停在一个胡同里 经过检测,飞船严重受损,能量只能维持两天的时间 两天内,他们必须找到小球,然后掠夺地球上的盐 简单的修复了身体之后,他们决定出发 而这一幕刚好被男主和妈妈看到了 妈妈还在为撞飞他而感到内疚 就邀请飞船来到家里吃饭,还遇到了邻居大哥 邻居大哥一直帮助男主和妈妈,还暗恋着妈妈 但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接着飞船来到男主的家里 妈妈请他喝水,但他毕竟只是一艘飞船 而不是人类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但是他们意外地发现了男主的一张照片 确定了小球就在男主的手里 于是他们决定去学校寻找男主 在路上他们意外听到了流行音乐 而他们却是第一次听到,看得出来他们很喜欢这种音乐 但船长觉得这身白色的衣服太显眼了 就跑去买了一身普通人的衣服 然后他们冒充男主的代课老师在学校里面上课 教学生们学习,终于取得了男主的好感 但男主的小球却被学校的学渣小胖给抢走了 不过男主决定带他们去寻找小胖 并且在一个便利店里面制服了两个抢劫饭 一天的时间过去了,小胖还没找到 男主告诉船长 第二天小胖会参加一个家庭聚会 看来只能等到第二天了 到了第二天船长来到了聚会参加了一个吃货大赛 由于是机器人他瞬间吃掉了51根热狗 终于他们发现了小胖并且找到了小球 此时两个警察也找到了飞船 他们猜测飞船是外星人 但他们没有证据 而飞船的能量已经严重不足 船长的副手2号请求使用暴力逃出警局 然后掠夺人类的资源 但船长并不同意杀害人类 于是2号就策动了反叛,抓捕了船长 然后操纵飞船启动武器系统使用暴力冲出警局 并且把船长和3号一起扔到了人类世界 他们个子太小一个篮球就能把他们压扁 一只顽皮的狗狗也差点把他们冲走 清洁工的吹风机直接就把3号吹到了马路上 并且被一块嚼过的口香糖粘在了地上 在船长的帮助下3号脱离了危险 然后他们把一个塑料袋当作热气球去追赶飞船 但塑料袋却被挂在了一辆公交车上面 船长毕竟是船长 他利用雨刮的惯性再次爬上了飞船 并且重新控制了飞船抓捕了2号 此时飞船的能量也用光了警察准备射击飞船 男主集中生智抢了警察的电竞棍帮助飞船充电 接着船长决定向人类坦诚相待 他承认人类的科技落后 但人类善良勇敢而且生活丰富多彩 也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爱情 告别了男主一家人后 他们驾驶飞船准备离开 却被FBI的直升机给抓了下来 船长不想伤害人类就驾驶着 一只左脚离开了地球 这次电影结束 本篇电影非常的会写搞笑 而且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人类自有真心在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哥哥姐姐可以点击关注 顺便点个赞哦 我是朱迪我们下期再见